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虽然全程只有120公里 但因为沿途都是山路 我们行驶了四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在漆黑的夜晚 水电站的工作人员 隆重地迎接了试制组一行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人来欢迎我们 特别地热情 你看我们整个社组来了之后 然后所有人都迎了出来 让我们感觉是回家的一样的感觉 那刚才呢 其实我们走过来的时候 你看哈达献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哈达和热茶让我们感到了温暖 所有住在项目营区的中尼两国工作人员 都前来用尼泊尔当地的礼节 迎接试制组一行 当他们了解到 试制组已经在伯卡拉拍摄一整天时 十分体贴地帮我们安顿好住处 试制组也早做休息 准备迎接第二天的拍摄 第二天一早 当我们走出宿舍就看到了不远处的雪山 和山间奔腾的溪流 听到了清脆的鸟鸣 也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这些大自然的气息消除了我们连日奔布的疲惫 昨天来到营地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 还没有来得及欣赏整个营地的这个美景 那今天早上一起床 我们一出房间就看到这个远处的美景 你看包括周围还能看到远处的雪山 再看这边草坪 还有这样的小红房子 感觉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 那今天我们早上也约了刘总 带我们去转转场区 看刘总起得挺好 早上好 刘永强主要负责项目营区的管理工作 他是青海人 参加工作20多年来 曾先后在中国青海的拉西瓦水电站 柬埔寨甘蔡水电站 和老窝南乌江柳域公司工作过 2013年 来到尼泊尔参与上马向迭A水电站的建设 现在就是说中方和尼方的所有员工 都是在这里办公吗 尼方的高级管理人在这边办公 那大概现在有多少人 现在这边有40多人 尼泊尔上马向迭A水电站 由中国电建集团采用布特模式投资开发 包含建设拥有运营移交全过程 项目总投资额约1.659亿美元 包含建设期在内 共有35年的特举经营期 中方人员不仅负责设计施工 还要在这里管理运营30年 因为大部分中尼两国的工作人员 在这里都没有固定的住所 所以公司在建造营区时花了很多心思 这个电站一般建的话都是把营地建成工厂室的 工厂室那种 就是完全没有生活气息 我们最后总结的经验就是必须要从我们这个住所开始慢慢改善 这个就是当时把外面将卷水引进来 在这边就是给大家创造一个比较休闲的一个环境 然后大家是工作之余到这边来散散步 周末的时候过来在这边休闲一下 用电难是尼泊尔的全国性问题 由于基础设施落后 导致电力供应不足 这也困扰着尼泊尔的经济发展 就连首都加德满都都要在电力紧张时划分区域轮流供电 面对这样的状况 中国电舰在2014年投资建设了上马向DA水电站 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尼泊尔投资建设的首座电站 刘永强带我们乘车来到距离营地一公里的电站厂房 电站的党委书记张发斌向我们介绍了电站的构成 饮水碎都有五公里长 这是从哪儿饮过来的水啊 倒到上游泊去饮水进入这个厂房的 电站输入由大坝水平工程 饮水系统工程和厂房工程 交通工程 以及132千佛水电线路构成 我们看到整个水电站是由大坝 厂房 及饮水碎洞等多个部分组成 张书记告诉我们 上马向DA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是5万千码 投产发电后 每年将为尼泊尔提供约3.17亿千码式的合同电量 电站主体建筑从2013年1月动工 2010年9月开始并往发电 那我现在看到整个厂房的这些机器 全都是来自中国 全是中国的标准 中国的设备 那这个是从中国运过来的是吗 对对对 从中国运过来的 从中国 从陆路口岸和水路运去过来的 两个运输通道 一个是从中国拉萨到加勃克曼 再到尼泊尔 到公地 还有另外一条线路就是从海上 从上海港 进完了海峡 然后到印度 加尔克达港 再通过路运输进入这个尼泊尔 张书记记者说 2015年 尼泊尔的大地震 对水电站的施工影响很大 中尼两国间陆路交通手组 从中国采购的机电设备和物资材料 被迫坠留在张乌口岸 当时施工现场约有一千名尼泊尔员工 大部分都返乡抗争救灾 项目施工处于半停工状态 无奈之下 他们采用蚂蚁搬家式的工作方案 从多渠道购买水泥 钢材 油料等物资 并把大部分员工集中在关键建设岗位 项目的施工进度才没有间断 中控室相当于整个水电站的中枢审 在这里可以对所有电站设备 进行监控和操作 这样就可以做到远程操控 无人职守运行 这个中东市也是目前在尼泊尔是最好的 最先进的一个 所以整个在这里我们所以看到这些技术也好 人员也好都是来自中方的 是吗 对对对 所有的技术标准 设计 施工 建立 包括运营 运营管理 全是来自中国的 中国标准 有好多地方已经超越了 是国际标准 所以就是最先进的了已经是 可以这么说 我们走出来之后把中国标准也带出来了 尼泊尔方面他们也要比较信念中国的标准 对于尼泊尔来说 中国电建所做的项目不仅是提供电力 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 终于双方之间的合作 还能够为当地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在中控室 我们看到一位尼泊尔员工 他在这里刚刚工作了两个月 张发斌告诉我们 电站的准确名字是 上马向迪A水电站 因为坐落在马向迪河的上游 所以才称作上马向迪 未来这里还可能继续建设新的电站 走出厂房 记者跟随张发斌和刘永强来到马向迪河畔 主河道就是眼前的这条横着的这个河道 这个就是主河道 大坝的话 专门设计了一个 一米直径的一个三叉放水管 为了保证这个主河道的水流不能断流 这个也是防保的需要 先它的这个需要 要保证这个河道里面的这鱼 马向迪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南路 从安纳普尔纳与马纳斯鲁两大雪峰之间切割而过 是尼泊尔第二大河干达基河的重要支流 离开电站厂房 我们和张书吉一起来到厂房下游的一座铁锁桥上 这里可以俯瞰马向迪河的河谷 一会儿它也是这个国家 这也是山高水多的国家 那么它是很适合搞这些山区电站的开发 所以这种丰富比较丰富 包括我看现在这个位置的水流就会水量大一些 而且比较湍急是吧 这个时候是属于空漆还算是小的了 还算小的 巨绩很大 你看那些是鲁肉的这个石 这是岩石 最高的时候 这个岩石全部淹没掉 尼泊尔地形变化巨大 南北海拔高度相差数千米 上马向迪A水电站 现在尼泊尔中北部河谷地区 这里气候湿润雨量丰沛 马向迪河只有140公里长 但是却有6000多米海拔的落差 发展水电的优势非常明显 对面有很多这样的电缆 也是你们当时铺设的是吗 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为尼泊尔投资建设的 13000伏的收电线路 这条线路全墙是20公里墙 有54基塔 这条线路也是今年9月份建成的 电站建成后 收电线路就成了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20多公里长的输电线路 都是由电站自行筹建 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部铺设完成 伴随着奔腾的马向迪河水 电流通过电缆输送到尼泊尔国家电网 再分别送往千家万户 上马向迪A水电站 不仅点亮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山谷 也照亮了更多尼泊尔的家庭 雪山下的村庄 感受生活的变迁 他买了一块地 然后现在银行的账户里面有钱 修桥铺路 山村生活正在发生的改变 这里的村民找到了好工作 上马向迪项目周边坐落着四个村庄 村与村之间都比较分散 其中库底村距离电站厂房最近仅有两公里 雪山下的村庄十分安静 依然是五颜六色的小楼房 偶尔会有一辆辆大巴车经过 看来这个村子虽然位置偏远 但交通还很方便 我们来到这里时 刚好遇到李家人在外面晒太阳 我也是在厂房里面上班的工作 那您是负责什么呀在里面 我也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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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筋 钢筋 钢筋的工作 这个村庄招工 包括拉克斯曼在内一共两百多位村民 都参加了电站的建设 我也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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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先生说的 是这里找到工作之后赚钱 他买了一块地 然后现在银行的账户里面有钱 和我们一起聊天时 正值拉克斯曼的午休时间 对于他来说 在国外工作的收入会多一些 但同时花销也很大 一年忙到头也攒不下积蓄 如今在家门口工作 可以和家人朝夕相处 而且在家里没有太大的花费 三年多的时间 他就攒了四十万卢比 连我们的翻译都禁不住称赞 拉克斯曼是有钱人 拉克斯曼家里有五口人 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最小的两个孩子在上学 大儿子今年十八岁 帮助父母在村里 经营一家小商店 开了商店 生意做 然后小孩的话上学的话 以前他上就是 公立学校 现在有钱之后 他可以上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调整就好一些 拉克斯曼的房子 已经建了有五年的时间 虽然是一栋二层小楼 但家里人比较多 住者不是很方便 几个月前 他就准备好了材料 要再加盖一层楼 这就是已经在为明年 做装修做准备了 是不是 对 自己准备的 那盖楼的话 一般都是自己盖吗 还是请别人来盖 如果别人的话 没有能力的话 没有受能力的话 要找别人 可是他有能力 他有技能 他自己做 对 他自己做了 所以说应该 他应该在当地来说 算一个非常技能也好 然后这也很勤劳的一个人 是吧 对 除了商店 拉克斯满家 还有吉姆地 种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 加上他自己的工资 这个家庭每年的总收入 有50多万卢比 相当于人民币3万多元 这在当地是比较高的收入 翻译告诉我们 这里一般家庭的年收入 折合人民币 只有1万多元 我想给一个例子 这个村里面的 以前这条路 应该是不好 然后每个人的目标是什么 早上吃 晚上吃什么 这个不知道 没收入 就是早中晚吃什么 都不知道 对 我们的项目来这里之后 每个人有工作 每个人有工作之后 他们的收入也高 现在我看过 每一个家庭 有一个摩托车 他们的生活改变了 他们自己很满足 库底村坐落在 著名的徒步线路 安纳普尔纳大环线的起点 中国电舰在履行 社会责任项目的过程中 帮助这个村庄修路通电 解决基础设施功能 不全的问题 现在水电项目 已经由施工期转向运营期 这需要更加专业的技术人员 参加工程建设的 尼泊尔级员工 如果愿意留在这里工作 可以接受专门的职业培训 张发彬告诉我们 很多外国人 都是沿着徒步线路 来到这里 而当地人 对雪山风光 习以为常 反而是水电站 这种新生事物 更让他们感兴趣 这个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呀 尼泊尔 欢迎来到 这个保护区 自然保护区 这是我们项目所在地 是处于尼泊尔的 这个有道徒步 有名的徒步旅游线路上 这是个徒步旅游线路的 一个检查站 也是帮经常证的地方 还要进行检查 是吗 来徒步 要帮个经常证 我们来问一下 安纳普尔纳大环线 是世界十大徒步线路之一 而这里 正是安纳普尔纳 大环线的起点 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游客 从这个村庄 进入尼泊尔的崇山峻岭中 这所有来这儿徒步的人 都要在这儿登记吗 所以要登记 这是今天的 时间 姓名 性别 来自国家 然后包括护照号 这一横排 记得全都是 包括这是今天的 已经来了 是五位了 检查站 每天都有人值班 他们除了 为游客登记 办理沁山正外 还负责向游客 搞知一些 徒步的注意事项 餐饮和旅店信息 以及当天的天气情况 必要时 还要进行救援 如果一个人 能徒步的时候 很快能走的话 15天 15天 然后有一班的话 22天 在尼泊尔最长的 最长的一条路线 尼泊尔被看作是最适合徒步旅行的国家之一 世界上最高的十座山峰中 有八座在徒步沿线都能看到 其中安纳普尔纳大环线 线路最长 路况最为复杂 在每个检查站都有一幅这样的地图 它重点标注了医院电话亭 以及适合露营的地方 网络覆盖点 看得出 安纳普尔纳大环线的配套设施 已经相当满山 我们按照地图上标注的位置 很容易就找到 距离最近的一个露营点 那帮我问一下 他什么时候在这儿就开了旅馆了 这里 1994年就开始了 这么早就已经开旅馆了呀 当时怎么想到在这儿开一个小旅馆的 德出古龙今年54岁 他不仅是这家旅馆的主人 同时也是村里一所中学的校长 他告诉我们 从1986年开始 就有人来这里徒步 当时虽然对徒步这种项目很陌生 但他意识到 这种新兴的旅游方式 也许会给自己带来机会 德出古龙的旅馆有8个房间 90月份是这里的旅游旺季 所有房间几乎每天都会住满游客 每间房一天的费用是400卢比 约合人民币20多元 像现在的话 您每年在这个旅馆的收入上 能有多少 就是每一年的收入 很赚钱的 住在这样的环境中 看得见山 望得见水 闻得到花香 还有浓郁的尼泊尔风情 而且价格不高 张发斌说 三年前营地没有建好时 中国电建的员工 曾经在这里住了8个多月 他们和德珠古龙 也是从那时起就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2013年我们4月份 我们学校的这个屋顶 被大众选跑掉 他也找到我们去 求助是吧 我们找到我们之后 我们第二天 马上到他们学校去 进行慰问和提供了一些资金支持 所以他就跟我们做朋友了 很高兴 那么在我们后面 这个社会事务处理过程之中 他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比如呢 社会事务处置 比如我们跟当地居民 社交这些祖宫 包括我们的真地移民 他和人生的真地 都给了很多的帮助 在大山深处 电站员工们与当地居民 守望相助 友好相处 三年来 中国电建也做了很多社会服务项目 这些项目 都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德珠古龙说 事实上他的生意过去会更好一些 因为父亲只有他一家旅馆 游客来到这里没有其他选择 道路和水电接通后 周围开启了十几家旅馆 对他的生意影响很大 但德珠古龙认为 从长远来看这是一件好事 只有大家都把生意做好 整个村庄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他曾经想过 自己的村子可能要二十多年 才会发展到现在的模样 但事实上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 我们在我们这个EIA黄平报告里面 有八千段卢比的社会环境责任项目 社会责任项目 现在目前我们已经实施了一百多项 一百多项 包括有什么呢 包括刚才的公务工程 学校 医院 这些允许工程 妇纪工程 妇女协会 各种妇女协会的办公室 等等这些设施 给他们达了很大的变化 现在旅行中的一百多项 已经完成了 一半的项目都已经完成了 一半的项目都完成了 用了几年的时间 这是从这三年的时间 我们与德珠古龙一家告别后 准备回到项目营区 这条路就是之前德珠古龙说的 给村里带来巨大变化的公路 而横跨马向迪河的钢甲桥 是这条公路最重要的部分 承载力可以达到八十吨 这座大桥建成之后 就方便了我们建设施工均匀的同事 也更大的发达了当地的村民 从一开通之后 当地的这个车辆 也进来了 主要的村民过河也方便了 以前的话 他们过河要通过方山越岭 过河都能吊桥 包括你看 现在旁边就有摩托车经过 这要是吊桥的话 只能是人通行 车辆根本就不可能通行的 过桥后大约五十米左右 就是一条隧道 曾经一座山和一条河 使当地村民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 孩子上学既要翻山又要过河 如今一座钢架桥 一条公路隧道 彻底解决了当地人出行困难的问题 这条公路隧道 在建成通缺之后 很多当地人都来参观 还来参观一下 号称是 尼泊的第一条公路隧道 他们很好奇 包括尼泊当地的这个CDU先生啊 这样的机员啊 都来参观 好多人都来参观 让我们觉得很吃惊 这在中国很普通的一条公路隧道 在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嗯 这时候这也是我们所谓想到的 其实这也是你们给它带来了一个惊喜 是不是 对 因为你看啊 这个隧道其实毕竟是在我们生活中 其实在中国非常常见啊 就是一条开山的隧道 可能就不用翻山叶岭 但是在这儿去是尼泊尔的第一条隧道 所以肯定也引起了当地一个小轰动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其实在路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缩减 这个山虽然不是这种高山 但是如果绕一圈下来也是很长时间的 对对对 这边的路还很好走 很能俏 很能俏 它也是很方便 很方便 所以刚开始只是一条用于工程的路 现在却成了老百姓的必经之路 也给他们生活带来很大的变化 隆重的蒂卡仪式 感受尼泊尔人的热情友好 走坊上马向迪苦区 感受中国企业给这里带来的变化 整体的这个设计布局跟原来这个地鞋是相伟合的 远方的家 大型系列特别节目一带一路 第二百二十八集 点亮山谷 正在播出 上马向迪A水电站项目 从破图东宫到现在三年多的时间 中国企业除了电站设施 还修筑了桥梁隧道 和近十公里长的道路 我们来到项目营地旁的布雷布乐村 咱们要现在是去一个妇女委员会 协会是吗 这个协会是做什么用的 主要是他们是一个当地的妇女组织 就是解决一些妇女的权益问题 但是对这个妇女组织对我们项目的会员很大 我们的当地员工的这个入职的时候 是他们推荐过来 如果我们要招聘当地的这个清洁工 当地员工的时候 首先是妇女帮咱们推荐 然后第二个主要工作是 我们现在食堂的这个后勤物资 蔬菜这些 由他们帮我们提供 尼泊尔乡村妇女联合会的职责 是为生活在尼泊尔乡村的妇女 争取公正公平的权利 现在每个村里都有不少妇女协会的成员 协会的发起者 大都是为妇女争取权益的带头人 那我能问一下你们这个成员 一共有多少位吗 五十八个人 五十八个人啊 那非常多啊 这个加入 加入他们这个协会需要什么条件吗 他们说的 就是那个普京的 普京的妇女都要参加 都要参加是这样 还是说要他们自愿参加 还是必须参加 必须参加就是这个 妇女联合会已经扩展到尼泊尔几乎每个村庄 而且发挥着很大作用 大到妇女维权 解决理理纠纷 小到环境卫生 介绍工作 这些都是妇女联合会的主要工作内容 他们每个那个妇女的每个月五号 他们有开会这个是固定的 那天他们 每个人的那个五十八个人 每人收二十卤 然后需要的人 给他接 然后做小生意 为了他的那个有经济发展 布雷布乐村生活着一千多人 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工作 家里生活圈高着些女人大点 妇女联合会使他们团结起来 不仅为自己争取更多权益 更重要的是 让妇女们更加自立自强 现在他们最重要的工作 是筹建属于自己的办公场所 布雷布乐村妇女联合会的发起者 是拉姆玛雅古龙 今年五十岁 中国电券资助他们修建办公室之前 联合会的办公地点就设在他的家里 这位是您的那个丈夫 Namaste 她叫Gitabadu先生 她是那个我们SSPC的协调委员会的主席 协调委员会 当地社会关系的协调委员会 这个主要也是跟你们有接洽吗 对 就是为了我们项目成立的这个协调委员会 玛雅古龙家里有无口人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她的丈夫曾是学校的校长 在村里有很高的威望 她也是布雷布乐村 最早与中国企业接触的人 那您在这个跟大家合作的过程当中 觉得合作还愉快吗 我们这个项目推荐这么快啊 也是这个协调委员会的动用特别大 社会责任这方面也履行得比较好 也是都会他们 那也就是说其实您跟这个当地的人们联系非常多啊 当地人是怎么看待他们这个整个工程的一个建设的支持吗 因为我们在这边的工作室里有没有机会 找到工作 为了我们有没有好处 可是慢慢他们都出来了 玛雅古龙一家人特别热情 为了迎接中国电键的员工 和我们设置组一星人 在院子里摆上了整机的桌椅 刘永强告诉我们 玛雅古龙还特意准备了 一个独特的见面仪式 当地人称为蒂卡 这个点红 谢谢 这个是当地的 也是一个当地种的花是吧 后面是一个 好漂亮 这个红是点来 为什么要点的有没有用 好运 就是来客人的话都会点个红 在尼泊尔 无论男女老少 都习惯在情额美心中间 用朱砂点上一个红点 这个红点代表着信仰和大米 是尼泊尔人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量东西 所以蒂卡仪式寓意神的保佑 这个花一般在你们当地来说 是捧在手里吗 还是要拿来做什么 在聊天中 在聊天中我们了解到 过去尼泊尔家庭在孩子结婚前 会专门请婆罗门祭司为新娘点上红点 称作吉祥志 点上吉祥志后 就代表已婚 也是祈福家庭平安吉祥 地卡仪式结束后 主人玛雅古龙又端上了一盘 当地特色小吃 吃个土豆吧 这个有炸的这个饼 这是个造型 它这个咖喱好辣好辣 因为我本身还挺喜欢吃辣的 然后一进嘴里感觉这种辣味 就从我口腔里面就散开了 应该是炸的一个油饼 这个其实就当主食了 尼泊尔人日常主食是米饭 但他们十分喜爱油炸食物 无论举办宴席还是街头小吃 都少不了油炸的食品 他们经常把土豆洋葱等食材 裹在里面炸着吃 隆重的欢迎仪式不禁用美食 主人还唱起了歌 这是一首尼泊尔最著名的传统名歌 歌词大意识 木棉花开了 花落似白鸟飞下 你可能很累了 是否想停下来休息 还是你喜欢飞去 很远很远的地方 无论生活中有什么困难 我都愿意和你一起飞翔 伴随着轻快的古典 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 隆重的欢迎仪式结束后 刘永强带我们来到后山上 布雷布勒村的耕地都在山上 我们沿着山路走了十分钟左右到达山顶 哇 知道了吗 跟我想象的景象完全不一样 包括跟山下的这个村子都不一样啊 这上面是一层层的梯田 而这阳光挡这 因为是没有其他山枝挡 特别的暖和一下起来 对 关系比较好 现在的话大多数人还是住在山上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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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山上住 在山上住 麻雅古龙告诉我们 妇女联合会曾专门开设辅导班 教全村的妇女学习编织草席 这种席子在城市中很受欢迎 一张两米长的草席能卖六把卢比 虽然赚得不多 但可以补贴家用 那现在你们每天都会在这儿 就是织这样的一个席子吗 每天都会这样做吗 按照原材料和编织计法 草席共有黄色和白色两种 每年秋起收完粮食后 人们有三个月的空间时间 大家会聚在这里编织草席 很重啊 最原始的这样的一个工艺 你看包括这个旁边这个 编得很细致 而且摸着虽然你看这是这些节感 包括它上面一点都不扎手 很滑 那像他们的话 一家家庭的话 基本一年的收容达到多少 十万卢比 约合人民币六千多元 布雷布勒村生活条件比较富裕 这与妇女联合会的工作有着密切关系 从玛雅股东身上我们也感受到 这里的女人们勤劳而坚韧 他们用汗水改善生活 用智慧让自己生活得更好 离开布雷布勒村 我们跟随张发斌 沿马向迪河而上 来到距离营地 有五公里的水电站闸坝 现在我们就来到我们沙马向迪的这个大坝 现在我们从这大坝的左往右往走 这个尼布尔这个大坝全长是108米 霸岭高度是275米 这个是一个闸坝 这个大坝的话有三红泄红杂 一个冲沙杂 进行这个构成 扣区 容量是57万方 57万方 上马向迪A水电站 不仅是中国在尼布尔投资建设的第一座水电站 也是到目前为止 尼布尔施工速度最快的水电站项目 从空中俯瞰整个谷区 就如同一颗绿色的明珠 镶嵌在喜拿拉雅山谷中 像这个大坝的旋址的旋址 现在还是非常好 刚好是有两个河的交叉口 交叉口是吗 从这能看到吗 这是组合道 组合道 这组合道 上马向的河 这边这个是浪耀的河 是 你看 就远处这个桥的这个部位是吧 浪耀的河 这条河的水是水很清澈 其实是雪融化水 雪上上下来的水 它从这边下来 基本上产约都很清澈 这边的话 远期要浑浊一些 刚好在这个交叉路口 在这路口的话 基本这个扣区的话 基本是没有移民搬迁的 所以选择选得非常好 就是能移民专潜 整体的这个设计布局 跟原来这个地形是相吻合的 上马向的A水电站 在尼泊尔被称作是 史无前例的工程 虽然电站建设 受大地震的影响很大 但依然按期实现了 两台机组并往发电的目标 为严重缺电的尼泊尔 每年提供3.17千瓦时的 绿色电能 占尼泊尔全国发电量的5% 尼泊尔在水电领域的 发展空间很大 虽然尼泊尔的水能资源 位居世界第二 但目前全国只有 800兆瓦的水力发电产能 而且仍有35%到40%的地区 没有同中央输电线路连接 尼泊尔能源部预计 还需要5到7年的建设时间 才能满足尼泊尔人民的能源需求 而这也正是 一大一路倡议下的 中尼两国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 发展方向 中尼泊尔能源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